HELLO 大家好 我是PCM的Alan 今天我来到法国的巴黎 和大家试试华为最新推出的 这一部P30系列的旗舰手机 而我手上这一部就是最高规格的型号 P30号 究竟这部手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立刻和大家试试 这部就是华为的P30号 今次这部机就用了一个 6.47吋的OLED Full View Display 解像度到2340x1080 即是Full HD Plus 这个屏幕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是用了曲面的设计 那两边的机的旁边 这两个屏幕的位置 都会见到 就是弯曲了的 可以说是这个旗舰机的特征 而它亦都支援这个 屏下指纹变色的 可以见到 立刻开到机也很快 另外 另外呢 这部机 用了这个水滴型的屏幕 那当然 那个屏占比是高了 而可以见到就是 这个前置镜头 就内置了一个3200万的镜头 而这个镜头的位置 就很小的 那其实如果细心留意 就会发觉是没有了一个听筒位的 而原因就是因为它用了一个特别的技术 就令到呢 可以在屏幕下面 可以发声 那变了呢 就可以飞走了那个听筒位了 而变到呢 那个水滴位呢 就更加小 而令到那个屏幕的屏幕 就更加高 至于硬件方面呢 P30号呢 就是内置了麒麟980的八核心处理器 而WAM方面呢 就是有8GB的 那WARM呢 就会有三个选择 就会由128GB开始 跟着就会有256 和512 那另外呢 P30号的前置镜头呢 那个像素呢 也都去到3200万的高 那也都支援了 Super HDR Plus 和Super Low Light Shot 那令到自拍的时候呢 都可以有更好的相片质素了 那P30号的感光元件呢 就是用了华为自家制的 Super Spectrum Sensor 就支援4色 类色震裂技术 那吸光呢 就比以往呢 就多40% 那所以呢 就能够拍摄出更加清晰 更加细緻的影像了 那现在呢 那我们就试一下 P30号的影像功能啦 那入到去 这个拍摄界面呢 那呢 就有很多的 模式可以转换 可以转换啦 可以转换啦 譬如有大光圈啦 夜景啦 人像啦 甚至乎有一个专业的 手动调价模式啦 那这里呢 值得说一说就是呢 P30号呢 的Iso呢 今次就挺可怕的 最高呢 就竟然是可以去到呢 409,600 那这个数呢 就真的可以说是拍得住一些大机的了 已经 那啊 刚才说过呢 就有 幾个镜头啦 P30号 那啊 那现在呢 就是用了4000万的主镜头 那啊 如果我转换去做 Ultra Wide的模式呢 那就可以见到 这个角度就立刻 看多了很多东西的 那啊 再转一转就是 譬如说去到有 5倍的光学变焦啦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变了做10倍的混合变焦啦 那啊 那啊 当然再zoom得远了啦 其实不知这样啊 你呢 你呢 用手去调校的话呢 可以见到 最高是可以看到50倍的 至于 P30号的摄录功能呢 它也都呢 支援这个4K的解像度 那另外有一个叫做Dual View Video的功能呢 那就比较特别的 那啊 那啊 不过呢 由于现在这个Filmware 就还没有这个feature 在那里 那迟些就会呢 更新了之后呢 就会可以 玩到这个功能了 那是关门 你能用手机 你只能用手机 就放在这里 闭上闭上闭 闭上闭 你现在的闭上闭 你现在的闭上闭 你现在的闭上闭上闭 你需要把手机 闭上闭上闭上闭 你现在的闭上闭 就会是开门 你现在的闭上闭 就会开门 然后就在闭上闭 在闭上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